各位召唤师好 王者峡谷即将迎来新赛季 新英雄大思命将上线正式服 飞、鱼姬、马超等英雄调整也会同时上线 还有战场和装备调整 以及拜方激励逆境之光系统全新上线 一起来看新赛季到底迎来了哪些改动吧 新英雄大思命上线 居望幽沼泽护云梦众生 作为云梦泽九大神巫之一 大思命肩负司令命徒的责任 被动技能 明歌 大思命拥有特殊普攻击制 攻击将连接敌人灵魂持续造成物理伤害 若敌人没有挣脱 魂链的伤害频率将越来越高 结束时还会再次造成法术伤害 一技能 网生徒 大思命使用技能后 会生成一条带有法术伤害的道路 它可以在创造的道路上 无视地形自由穿梭并增加移速 再次使用该技能会进入神巫状态 神巫状态下 普攻会斩杀生命值较低的敌人 二技能 技无气 大思命挥割攻击区域内的敌人 造成伤害与减速并标记他们 之后留下一道生死戒壁 会踏入戒壁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和减速 使用技能后 大思命下一次普攻得到强化 可同时攻击多个被标记的敌人 造成额外伤害并回复自身生命 三技能 魂归忘忧 开启大招后对附近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和击退 若命中敌方英雄可回复自身生命 同时凝聚出敌方灵体 帮助作战 大招开启后大思命会进入神巫状态 斩杀低血量的敌人 随着峡谷环境的变化 飞遇到了一些麻烦 因此我们做了一些针对性的优化调整 来改善他的游戏体验 延长了飞的跨墙距离 二技能改为可储存的形式 连续跨墙后落地 不再进入较长时间的真空期 统一了飞墙上和墙下 一技能的效果 使用一三技能均可下墙 让飞的上下墙逻辑更加通顺合理 赋予了他墙上远程普攻的能力 帮助他应对各种场景 形成墙上消耗 下墙斩杀的技能循环体系 为了更好地与其他英雄产生互动 飞还可在猪八戒大招的墙体上行走 以及海跃大招空间内 也会新增攻飞墙上行走的区域 品质升级后的飞在峡谷中穿行 更为自如 也具备了更丰富的作战方式 期待他在峡谷的表现 除此之外 我们还对以下英雄做出了调整 以便他们更好地适应新赛季 为提升坦克英雄的使用体验 我们调整并重新分配了部分防御装备的属性与效果 霸者重装新增物理与法术防御 并配套调整了合成路径 装备所提供的基础生命值 转移至新增的被动效果 额外生命越高 收益则越高 同时调整了复苏的回血效果 新装备锐灵全刃 由黄刀系列装备重做 移除打野刀相关的被动内容 现在由红马脑合成 提供生命值与物理防御 新的被动效果 会在英雄每次普攻行为时 概率触发 对小兵野怪造成额外伤害 提升英雄的轻线发育效率 锐灵全刃可与两个红马脑 继续合成升级为怒龙剑盾 移除原有的移速加成 可同时提升血量 护甲与魔抗 防御属性更加全面 解锁新的被动技能神力 每次普攻行为 造成额外生命加成的额外物理伤害 可对英雄生效 峡谷体验优化 对抗路传送阵冷却时间缩短 提供更多使用和支援的可能 塔后血包 会根据英雄的等级和额外生命值 来提供回复效果 帮助肉装英雄 更好地解决线上续航问题 四分钟前 对抗路小兵的攻击力有所提升 在对线过程中 需要更加注意 是否吸引到小兵的仇恨 避免换血时吃亏 野怪赤甲的攻击力有所提升 并在双方蓝buff旁 新增一处草丛 丰富策略选择 我们还对防御塔的伤害逻辑 进行了调整 在之前 防御塔会在丢失或切换目标后 重置伤害 调整后 英雄需要离开防御塔攻击范围 或在防御塔切换目标后 重置伤害 排位系统升级 新赛季在玩家首次达到 王者段位后 即可开启分路段位功能 每条分路都需要从零星开始 玩家的王者星术 为五条分路星术的总和 同时称号进阶的刻度 由每25星升一个称号 改为每10星升一个称号 满足不同类型玩家的段位需求 从新赛季开始 赛季之旅任务 及荣耀挑战任务 将会融合替换成全新的赛季任务 完成任务 提升赛季等级 获得赛季专属奖励 赛季任务奖励 还将新增全新奖励 征召选人特效 赛季特惠商店入场券等 对局环境优化 针对经常在游戏中 出现违规行为的玩家 在排位违规扣除幸运分时 也将扣除勇者积分 同时勇者积分 可以被扣到附属 逆境之光 将通过更精准的定位 使得在拜方中表现优异的玩家 受到来自系统的额外激励 如勇者积分 占领经验等 更多改动 欢迎大家在峡谷中进行体验 祝大家上分顺利 玩得开心 感谢观看